小嫻跟何守正在昨天啊 終於去簽字辦離婚了 那個主委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已經很久了 就是他們鬧這個離婚 小嫻最近還拍了女兵日記去剃頭啊 去當女大兵 所以他現在都把這個情商 放在工作上面來消耗 消耗掉這個情商 那昨天這個事情 我覺得比較讓大家覺得 shock的地方是 就小嫻他簽字離婚了嘛 那那時候就是有記者也聞風而至 然後呢還問小嫻說 你這樣離婚不會後悔嗎 不會怎麼樣嗎 那小嫻的反應是說 從頭到尾都不是我要離婚的 都是何守正說要離婚 他說是何守正要離婚 不是我要離婚的 那記者當然就去問何守正 那你怎麼看你怎麼看 請大家把注意力多 放在小嫻的心系上面 所以其實你看喔 就是他們在鏡頭前 我們看之前有很多 包括說何守正是正黃旗啊 然後他的婆媳之間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夫妻之間 對然後還有講說何守正 其實跟他公司裡面的這個 女教練啊 特助啊走得很近啊 當時都不是從小嫻的嘴裡講的喔 都是有所謂的親密友人啊或什麼的 那何守正這邊當然也是有親友團反擊嘛 不是還有講說遇到豬隊友姐姐 提友去滅火這樣 那原本講說 這對夫妻其實我們在節目上討論過 那怎麼說要討論過 沒有啊這個東西就是來來回回嘛 就是包括說 小嫻他是講說離婚 就是我一毛也不拿 他自己曾經這樣講過 要的就是一個 沒有善養費 沒有財產的分配 對我都不用這一些就是求離婚這樣 那當然可能嚴陣 對他自己沒睡得最好 對啊 什麼都不可以客人 他們知道12月底啦 就開始有一些就是紛擾出現 可是因為那時候 因為在國外的關係 他們是在國外要登記還做什麼的 所以還要辦了之後 再回到台灣來辦禮婚嘛 所以這樣子折騰大概 大概快大半年 對差不多啦 因為他們是在美國 那是維加斯登記結婚 那只是說台灣要離婚的話 你必須要先登記結婚 然後再辦禮婚 一天完成 先登記結婚 馬上辦禮婚 他登記結婚是不是在禮婚當天 去做我不曉得 對 但是至少 我看不到說一天完成 對啊 因為登記跟 登記結婚跟辦理禮婚很快啊 那是所有登記結婚裡面 大概先前最虎未雜陳的 真的 為了禮婚來結婚 對啊 所以是因為這個 這個即時新聞出來之後 小嫻他就在他自己的粉絲團留言 他說不過就離婚嘛 為什麼要發媒體來 對 對 但就是讓人很匪夷所思是 何守正他有必要去發媒體來做這件事嗎 那更一個讓人覺得有趣的地方是說 他們兩個是同一個經紀人 你看這個經紀人會不會很分裂 他們兩個夫妻是同一個經紀人 鄭大哥 是喔 對 所以說 我的藝人找記者來發 我的藝人不希望記者來 那到底我要怎麼辦啊 所以其實 去問他經紀人 他經紀人說不要來問我這個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你這樣 所以 這是真的還蠻 蠻妙的事情 但至少就是說我覺得好聚好散啦 那他們在鏡頭前 小嫻是講的那句話是讓人家那人詢問 又不是我要離婚的 小嫻說 半離婚本來就希望低調的完成 對 失事不需要勞失動眾 他說 這個何守正說他也不知道 何守正說自己也很傻眼 然後小嫻說他相信何先生 不會做那樣的事情 至於是誰 我相信那個人自己心裡有數 是哪一個人啊 就是頭腦 不是經紀人 經紀人要強調不是過 也不是經紀人嗎 經紀人發這個東西真的 他兩面不是人 他沒有必要嘛 那因為其實之前就是說 我理解的是說 有一位就是跟他們兩個人 都是好朋友的人 那我也不變說明他的身分 可是其實他有在媒體 被點到他的身分 點到是一個職業的老闆 這樣子 那他呢 當時是介於他們兩個之間 但他是比較傾向何守正 對 所以 所以我不曉得跟 我不曉得跟他有沒有關係 因為那時候媒體 把他報導出來的時候 他是非常的跳腳 好 好